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段的馬圈花生 這條影片想跟大家討論 跑馬地賽道的跑道偏差 上個星期三 我在出過鑽石吹燦的深水片的時候 我已經說 今年已經是 少說了很多什麼 黃金一檔 跑馬地的是買內檔 然後私家3200 當然是1234檔回來 少了很多人這樣說 因為 今年的跑馬地賽道 很多時候出現所謂所謂的 不利地 內蘭很差 一定要飛出來 很多時候 三搭網空 三搭四搭 走蝕位 以前可以抹飛 現在很多時候都跑進來 好像飛將 涅槿追飛 泰爾穩那些都是黃智雲亂跑進來 以前的不利的跑線 洩的跑線 今季很多時候變成有利的跑線 再加上你看到整條跑馬地跑道 由去年轉到冬草開始 11月 12月 1月 你看到直路的時間 慢得很緊要 慢得 他掛好地牌 我都以為是跑黏地 軟地 這樣 這件事不僅是我們 賭開的朋友觀察到的 這份圈內贏 也有投訴 這次有一隊的冠軍騎鏈 批評昨天跑馬地跑道的場地狀況 是極度惡劣的 當中 最有資格說話 在這個圈子 都已經是做了四十幾五十年 都接近五十年了吧 高冬妮出道到現在 就是大高大 高冬妮 高冬妮批評昨天的跑馬地跑道 是他有史以來見過最壞的一次 他說未試過這麼壞 我們看看高冬妮說什麼 另外潘頓 也有些事情想說 我們這個時候先看高冬妮說什麼 好 高冬妮就是說 我必須要說 昨天 那條跑馬地跑道 是其中一條有史以來 我見得最壞的一條 即是說跑馬地跑道 昨天的狀況 是遠比 所謂的場地掛牌 好致顛地衰的 那麼他知道呢 天氣是差的 但無論點也好 是不應該那麼衰的 跑道 他形容呢 那些草呢 好像死死下一樣 那當然啦 他知道是沒有陽光 那這裡就提及到呢 不單止是高冬妮 去投訴那條跑道 有很多騎鏈 都是投訴昨晚那條跑道 是很重要的 大家其實想想 以前那條跑馬的跑道 試過紅魚、黑魚 一落了紅魚、黑魚之後 長地兩、三個小時 就乾了 出名去水快 試過我記得 黑魚還是紅魚之後 隔了兩、三個小時 嘩!長長快的時間 是啊 那麼大家就知道 都見識過就是 以前如果這條跑道去水 是去得快的時候 黑魚 都變得好像陽光普照的地 那麼快 所以你說今年 究竟這個場地 搞了什麼手腳呢 就真的只有馬會才知道 那重點呢 就來了 潘頓也有話說 潘頓是騎的那個人 一落到牆 他騎的那個人 他自然就會感覺到跑道 即是他在安上的感覺 是最準確的 潘頓呢 直接不只是投訴昨天那條 那條跑馬地跑道 他直接說 整季的跑馬地跑道 都是過遠的 都是軟軟軟的 那馬會有什麼回應呢 就著這件事 那馬會有什麼回應呢 馬會就將這個場地惡劣 就歸咎於兩個原因 第一呢 就是說 哦 是因為東草轉下草 過渡期 所以令到 那些草就不漂亮的 生得 第二樣東西 就是因為雨量 天氣問題 他說四月呢 就異常地高溫 再加上呢 雨量呢 也都是很多 那變相令到這個場地 就惡劣了 這個是馬會的解成 我說不滿意 以及完全拭除不了我們的熱淚 因為剛才我才說 潘頓都說是整季的跑馬地跑道 不知道為什麼 包括還沒轉回下草之前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就是 說話就說 經常說 嘩 跑馬地跑道 但是去到直路的時間 是慢得很緊要 時間不能騙人的 你場地快 時間就快 對不對 你時間就反映到 場地是什麼狀況 你時間慢呢 場地沒有理由快 因為你可以說 一場時間慢 代表那種馬爪 而已 時間就慢 就算是場地快 但不會整晚都那麼慢 那就不可以 複雜馬爪了 整晚的時間 直路都是慢的話 即是你的場地 是有些問題 你的掛牌 反映不到 這個場地的狀況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昨天高東來也說 他說 沒見過這塊地這麼壞 那你跑馬地也試過掛一些 黏地、軟地牌 對不對 雖然是少 實試過的 在高東來做了這麼多年 但是他也說 昨天的好字點 更壞 什麼黏地、軟地 換言之是什麼 換言之一個專業人士的觀察 你見到就是說 你的場地掛牌 反映不到那個場地的真實狀況 那你的掛牌真的浪費氣 你沒有準確性 你沒有參考價值 那你掛牌來幹什麼 對吧 另外就是 現在潘頓的投訴 就是整個季都這麼壞 你剛才的解釋說 東轉下 還有說 場地因為天雨影響 沒有太陽 我給你解釋到4月是這樣 潘頓的疑惑就是 為什麼整個季都這樣 你解釋不到 1月2月有下很多雨嗎 很熱嗎 2月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 今年 這個走路是搞什麼 總之 客工結果出來就是 不正常 任他開 當考度的狀況這麼飄忽 有一個 這麼嚴重 而不穩定的場地偏差 一時是你這個 一時是你那個 一時是你入面 一時是你外面 而這個掛牌是廢的 你反映不到那個場地的真實狀況 那怎麼辦呢 很多方面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做到一條調程 一走錯挑一路 那條很 Mü maj 可能是一隻話沒有了 或是很厲害 哈哈 他的 receivers 太陽法主 Planet 最佳例子 剛剛禮拜三王智雲 都走一旁 和之前要贏了那艘出現 就像兩個多周拍出一排 其實很多人報出有少許不同 但是走這位,你看差多遠 那裡也不知道屬到多少個馬位 最慘的是什麼呢? 騎士會感覺到哪條跑線漂亮 如果他拼殺那一天,就先走這條跑線 如果他... 心想什麼 走入面,你出去不像 他回來說我想省位 你怎麼說我走入面? 我省位不對嗎? 有話嗎? 但是裏面可能是衰得很貼的 是不是? 現在一條跑馬地跑的就是這樣 沙田也算是好一點 跑馬地是折得很厲害 那你這些影響頭著眼 其實你是在擦自己那堂生意 如果你弄得跑得那麼差 其實我現在導入很多 我都問好了 到現在呢,我都找不到一個 譬如說馬迷或者韓內的人 可以解答那隻 以前就是黑魚、紅魚 都可以一停快速乾的 那塊地 就是什麼颱風啊 搞到小西灣都浸了 跑馬地都沒有浸了 下多少雨量啊? 一次過下這樣,一下子倒水倒下去 上了新聞的嘛 運動場又浸,那邊又浸 這樣打風的時候 跑馬地沒有東西啊 那為什麼今年 你說四月下這陣子是天氣差 但是不會比我那時候 那時候也說打風又行雷 又下雨一樣,是暴雨的那些 短時間下幾百毫米的那些 那些都沒有東西 那你今年是否偷工減料 還是什麼料呢? 不是的嘛 那我就是想知道 你馬迴如何保持這個場地 為什麼今年會做到這個場地 是這麼奇怪的呢? 這個是客觀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你說馬迴的解釋 我覺得真的解不通 你解釋不到為什麼整個鬼都是這樣 你只是解釋到四月而已 二例 我想之前獲得更厲害的魚也試過 但是跑馬地去水是快得傻的 是引以為傲的 這件事 馬迴都說我扔很多錢下去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在四月 所謂的 這幾天的 魚 會令到 場地 是衰得到 高東人說有事 那麼衰 那這個真的留在馬迴 你真的要檢討一下 究竟是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他知道為什麼 而做到這樣呢? 這個就留給你們去想了 我就不要再留言了 因為我對於那些 草地的物料不熟 我對於牆地不熟 我純粹是 我自己邏輯去想 根據我的觀察 根據圈內的人的觀察 然後有一堆的問題 看看你們怎麼解答 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OK 好 那最後這篇 南華早報的新聞 就說 浪馬昂斯克班會決定 他就是日本 其實呢 去日本呢 沈達成都說是去安田 去保重呢 只不過是先報定先 甚至是如果 在安田 他跑得很好 或者 泰又保重 他才想保重 他首選都是安田 至於 姚本輝說去九成 就確定 奧油氣泡會去安田 這個是阿輝哥的說法 反正他杜拜那波 又沒辦法怎麼跑 回來這麼短時間 他都在那場 冠骨 你也跑不錯 我猜他去日本也很合理 決定 好 到時候再看 這段影片先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我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OK